刘川峰可以请你说明一下 你行性的治疗面容吗 大家也都很关心你的伤势 还是你其实是来医院安排手术的 这就是你命运回国的真正目的吗 这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 关于刘川峰的伤势 全都是无稽之谈 今天是他的私人行程 麻烦给他一些个人的空间 谢谢您哦 辛苦了 一种 想起我身的回忆 牵着手不敢靠近 景色中带点怀疑 靠着你不敢呼吸 连心脏都在抗议 你是不是也在抗议 你还是动到做什么 你先扶着我 你要乱动 现在是被记者发现 恐怕又要被大支吻伤了 现在是球季过后正直休赛期 刘川峰也已经很多年 都没有再回来了 他这次回来收假 其实没什么好值得大家关注的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请回吧 那唐小姐你跟刘川峰 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啊 粉丝们都很好奇 你们之间的关系 最多 是什么呢 可以跟大家宣定一下吗 这是我跟刘川峰的姿势 不方便回答 谢谢你们 你们两位的事情 在网路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要不要澄清一下 官宣一下什么情形 对啊 粉丝们都很好奇 你们之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 刘川峰的附近时间到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都请以 Jason和他的经纪人的怪盗为主 谢谢你们 辛苦了 你跟我们讲一下吗 你们不要走 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们这么亲密 你看他们两个没有 你就是没有在一起 才是有鬼的 你们这两个怎么可能 没有在一起 对啊 没有在一起 才有鬼吧 问了都不讲 这应该是一起回来的 已经不是绯闻了 是成真了吧 你们 你先不要冲动 那就是你冲动 谢谢你们 谢谢 不要忘记啊 我已经忘了他的手 不是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总之呢 你们要记清楚 夫妻之间呢 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不要掩饰自己 对对方的好意 而且 不要有隐瞒喔 三人是被学老师骗来的 不过能够接你下班 其实我们很开心 妖妖 你到底要把计划说清楚啊 你要我找飞哥来当我的临时助理 是不是要让他跟你妈碰面 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碰面 我是没有亲眼目睹看他们 有没有碰面 不过你妈要我转达飞哥说什么 约好就是约好 那他们就是碰到面了 太好了 阿玲 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改天一定请你吃好了 好 先这样 拜拜 妖妖 太好了 计划大成功 怎么这样就挂断了 过来不说清楚 你把计划跟我讲 现在我以后怎么帮她 你想帮别人 还不如先帮你自己 我怎么要帮忙 你老公在你旁边 他现在非常火 因为从刚刚到现在 他的老婆 从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 而且还一直在讲电话 好 宝贝老公 我今天一下通告看到你 我超开心的 因为我好想你 谢谢你来接我 爱你 这还差我多了 好 我们上车吧 嗯 其实我的宝贝老公 真的很好哄 走吧 慢一点 小心 来 刘晨晨 你现在是 是这里吗 小姐 还是让我来吧 钟医师 您好 我是刘川峰的随身防护员 我叫唐一行 他刚不小心在外面动到皱伤 我方便跟你借下热疗的仪器 帮他舒缓一下吗 你觉得旧伤是 他的幼稚应该在内侧 认待思业伤吗 没错 但因为前阵子 他还在赛季的关系 所以我只能先请他 加强肌肉的强度去做保护 我是怕他的伤 可能又有更恶化的趋势 只有你放心 刘先生平常 丢了我们这里做副剪 他的旧伤基本上 已经好了差不多了 应该是刚刚忽然知识不正确 所以才能拉倒 终于是 他的疼痛还是没有舒缓 只要影响到副员的状况 我想跟你借下这里 帮他调理按摩一下 唐小姐 这也是副剪科 如果刘先生有什么需求 应该由我来 我没事 你不用小心跟他做 你有没有事 是由我这个防护员来判断 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而且你别忘了 下一个赛季开始之前 你还要重新签约 所以你一定要 趕快甚至能把伤养好 是 曹小姐 这里是医院 刘先生是我的病患 周医师 我还有一些 关于球队的事情 你想单独跟他谈谈 真的不方便临在场 麻烦给我们点空间 谢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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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只是轻微拉扯到 应该没什么大碍 我好好帮你按摩一下 就没什么问题了 你为什么突然跑回来 只要你能休假 我就不能吗 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清楚 你是在跟我闹脾气吗 不要转移话题 你的家人明明都在美国 说吧 你到底回来做什么 该不会是GSM归于 让你跟着回来 做是非我们的事情吧 原来是在意绯闻的事 其实是我无意间 听到Jason在跟球团报告 他说如果你的伤势再不好转 下一季就很有可能 会把你放进自由球员的 交易名单里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怎么气氛有点乖乖的 现在什么情况 你们回来了 太棒了 赶快洗手准备吃饭了 我们等你们好久了 等我们好久了 那怎么不打电话转我们一下 你们是三岁小孩吗 还需要老师催你们吗 那个 那我们赶快吃饭吧 好冷 玲玲 你看 齐阿宝还有大客人都回来了 我们准备开动吧 好 来 看来玲玲跟阿民还没有和好 齐阿宝 你要不要赶快打电话给你的阿民 问他到哪里了 好 不用了 阿民已经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回我电话 连讯息都没有读 喂 阿民 你不是很忙吗 怎么可以接电话 好 那个 没有 我是要问你 今天有要回来吗 大家都有点吃饭 好 我知道了 那个 阿民她说她跟同事掉班 今天就过来了 叫我们不要等她 你们先吃吧 我没有外考 先去休息了 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么做 之前觉诊是为了掩饰我受伤 所以才不去解释那个绥闻 但我们都知道 那个不是真的 不是吗 既然是假的 你又何必这么一直抢避嫌 我是你的贴身防护员 又是女生 本来就很容易被误会 我都不在意了你在意什么 而且你居然为了想避嫌 球赛一结束就直接闹失踪 这根本不是处理事情的方法 我只是不希望利用你 来掩饰我的伤 你是一个专业的防护员 不应该被人这样利用 既然 既然你不希望我被经纪人 或是球团利用 那你就用私人的身份聘请我 你说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其实 我已经离职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球团的聘补人员 那个唐小姐对穿风还蛮仗义的 好像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口血剧情 等一下 不是我们 是你想的口血剧情 我什么都没想了吧 最好是 你还不是站在这里 不就在本里面发生什么事吗 好 好 好 崇医师 我想看一下刘川峰的附件记录 顺便了解一下他近期伤势的状况 好 刘先生 你同意把兵力给腾交易看吗 叶方宁 你去拿刘川峰的兵力过来 叶方宁 算了 算了 我带你去看 终于是要发工的病历 他必去拿 我 进入 tribón 局 有点 有点 在乐观 天 我 是 装